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早晨 他向习近平的头像泼墨 这是当时的 我看到这是其中的一段视频了 那这是在YouTube上的 这是他自己当时录的情况 这是几个月前 因为他是7月份当时出的事情 很显然周围并没有人 他当时泼了 那借助这个事情是跟大家讲 在 那这个女孩现在应该 最新的消息是在湖南诸州 因为她是诸州 湖南来的 湖南诸州的精神病院 那中间又发出很多很多故事了 这么知道 中间又发出很多很多故事 那现在的结果本身来讲呢 现在的结果本身呢 就是说这个女孩被关在了精神病院 她的父亲怎么样 没有 后来在推特上也没有 那大家关注的呢 也就相对比较少了 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个消失的女孩 但这事确实在去年 习近平获得权力之后 那在民间社会中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他的大就是对社会的影响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对所有人的 中国人的影响 蛮深刻的 他代表着一个 因为他是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反对中共的独裁 统治的暴政的专政 这是当时他在视频的 所以很具有代表性 那我个人今天跟他拿出来呢 你想想现在在成都的其中发生的饮食问题 食品问题 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这个女孩在泼墨的时候 七中的孩子们 其实 七中的孩子们本身呢 就那时候就开始吃这些有毒的食品了 因为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但这期节目不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所谓七中的 七中本身的 七中本身的法 就是成都七中试验中学本身的事情 而是在今天 昨天 就两天左右 应该就是两天左右 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出来 姓李 但他站出来是在台湾 而他所使用的方式类似 透过视频 透过推特 反对中国 那这是一个 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因为去年七月份 到现在今年的三月份 那前后大概在几个月时间 八个月的时间 而这一次站出的年轻人更年轻 只有21岁 我们大概倒着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看到最新的了 这是他的推特账号 他基本上就在推特账号活跃 可以看出来 他应该是1998年出生的 所以今年21岁 有他的Facebook 有他LINE线的ID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实际行动 呼吁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 一起发出我反对的声音 我看过他一点文字 美国之音 苹果日报都对他采访了 他只有21岁 他 我不得不说 透过他的文字 这个年轻人有思想 这个年轻人的有思想的 而且不可能轻易的被这些五毛所左右 不容易 这个我觉得不太容易 而且五毛想反对他也不太容易 这个确实是 因为文字相当代表 文字相当代表人们的 他的境界水平 这是很容易的 两天前 我相信我不是第一个 但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有年轻人有这样的骨气 反习怎么了不能反 不能说吗 楼下成年人一个个让技巧性反共 都反了十几年了 那他的回复很 我个人觉得 这是这个人在写着自己的抱怨 在写着自己的某些东西 对吧 在反共的环境中 但他答的却很清楚 他答的很清楚 有他自己的标准 我想说的意思 你要记住 他是21岁的年轻人 两个小时之前 有人采访过他是民事的 民事的应该是台湾的 他现在在台湾 有人怀疑你是中共特务 来台湾捣乱的 你怎么看 明天我上节目专门说明这个问题 他游离 在他挤扭的一些文字中 游离 有据 不乱说话 没有任何的情感的宣泄 他没有情感的宣泄 他有非常平和的一种 内在的强大 对不起 我这么形容 你能看出来这一点 深同感受民进党 掌握了你的生杀大权 这很然是台湾人 他怎么说 他说现在父母这边 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并没有去太参与 有些人借助他的表现和说法 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倒着来的 有人他转推的 你看清楚 你爸说的是学校让我劝你回来 不是父母自愿说的 中国家长都是话中有话的 他没有答复 他只是回复了这个 这个原因是他的 他跟父母之间 他跟父亲之间在手机上有过一个短信的往来 而父亲在短信中说 教部找到学校 教部找到教育局 教育局找到学校 说你到底干嘛了 你捅了什么楼子了 你乱说了什么话了 你赶快删了吧 你赶快回家别惹事了 这是父亲说的 那他呢 他就直接讲了 学校哪方面的压力 台北的中央不是民进 这些都是台湾人自己的问题 那他自己讲中国的压力 你回去怎么样 父母不知道吗 为什么还要让你回去呢 我觉得有些人说话很那个 现在完全联系不上父母 还有整天就劝我签证结束或回中国的 没有受到压力 你信吗 这是他转贴了自己的一个贴子 五个小时之前 这是他转贴的 你能看到吗 今天学校联系我 说你发表反共言论 教育部已经到学校去了 你能解释一下吗 明天可能来找家长 星期一晚上 七点四十四 学校让我们劝你赶快回来 星期二下午两点 你是不是被人利用了 昨天 应该是星期三 十二点多 千万不要发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把以前东西删了吧 把以前东西都删除了吧 这是他的一段记录 这是他一段记录 应该就到今天 刚才那段话 记述的都是他父亲的 他父亲的这段话 我已经联系不上爸爸和我家的人了 非常担心我爸现在的情况 这是他接下来的 千万不要发乱七八糟的东西 夜里十点五十五分 今天上午的北京时间的 十点五十五分 爸你受到 威胁 一定要讲 下面说了 当前账户涉嫌违规 已经被禁言了 他发不了了 国内已经疯掉 他跟父亲之间的联系了 父亲之间联系 这个人 这个孩子叫李家宝 孩子叫李家宝 然后苹果日报采访过他 他转退了一些内容 海外的人士在讲过这些 就是跟他有联系过 这是一天前 我想如果台湾不把民主自由送进大陆 大陆就会向红色暴政 就会把红色暴政输出台湾 输出到整个世界 非常感谢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的机会 这个话 这个话 下面是他的自由亚洲电台的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在台湾采访的 实际上是一个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 而导致就是说两个 就是说这种发生的变成 来台湾之前就说台湾就是非常恐怖 然后就是非常的不安全 然后就是各种就是乱七八糟的八卦 然后来到台湾以后 其实发现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路架 台湾校园的言论自由其实是非常开放的 你什么都可以看 什么都可以讲 就是你在校园里面 就是你就是贴大字报也完全没有关系 体制或者是文化上来讲的话 台湾和中国已经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国家了 对你你讲的 你尽于这些看法这个事情 非常敬佩 因为你就是台湾其实如果 不把自由和民主送进大陆或者叫中国 那么中国就会把他的独裁官制 红色包装 红色地域输出到台湾输出到全世界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 就是说用自己利所能及的方式去发生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给予我政治庇护 我也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尽快 我也呼吁台湾政府能够尽快的落实难民发这样子 你有想过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相当不得了 因为一个人的讲话会代表他真正境界的水平 红色暴政我们常听说过 有多少人听过红色利益 中共输出红色利益向海外输出红色利益来获得他的政权 来获得他的如何如何 这个词在今天海外很多反共的人嘴里面很少用 但红色利益的输出 却打散了太多各种民意的政治团体 各种民意的反共团体 那是真的 所以就凭他这段话的演讲 就凭他这段话的这种文字的本身的功底 我个人觉得 有人说他是假的 那有人说他是真的 大家站在各自的角度去讲 站在各自的角度去讲 我们去对比一下前面泼墨的那个女孩 真的和假的 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判别 这是美国之音刚刚刚刚刚刚拿出的一篇东西 他对他对刚才这个学生进行了实名的采访 同时呢他美国之音对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相对的官员也进行了采访 所以这是这件事情的一种一种描述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的说法 这是一种真正时代的概念 习近平个人如何如何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这里面他真正提到的 红色暴政 红色政权 中共的专制制度 红色利益 那这是一个 你不是台湾要不要他 而是台湾不能够 中华民国不能够坚守自己的价值 中共的红色利益必然输进台湾 没得选择的 这个认识已经相当 对很多利益人来讲 我觉得都是一个警醒了 那对于利益人来讲 警醒不警醒是个人的事情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是走到了这一步 主张中国进行民主改革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这么讲的 这个文章写的不是单纯这么讲的 对不对 不是一个什么民主改革的问题 是中共暴政的问题 所以这是美国之音的 你就知道写哪笔写东西的人 你能够感受到多少年轻人 他真正内心的那一份感触 我觉得这是有距离的 这个写跟他刚才那段话 完全有距离的 21岁的李家宝 山东在台南读书 短期培训 那现在他在接触 这个台北新北等地的人权团体 接受记者采访 11号做了直播 我反对的言论 那他把中共比作成 把今天的中共比作成 加强版的 1984年的奥威尔比下的荒谬的 而又荒诞的世界 比辛亥革命前夜更加的黑暗 这是他当时直播的 那一个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年轻人 他不是一个 从他的文字 从他的表述 不是一个单纯的 其实在我看这段的时候 让我想起了 让我想起了 在2014年的 香港的雨伞运动 让我想起当时那些年轻人 那些非常感触的年轻人 十几岁二十岁 但他们的人性的部分 他们内在的生命的部分 也就是他灵魂的那部分 你完全可以看到他的力量 而不是成年人的势力 太多人太势力 所以在他很多言论中 包含着完全的都是 那种铜锈味道 这个年轻人没有 真的是到现在 我们看不到的 特别是最后他提到 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我刚才跟大家对比 那个泼墨的女孩 美国之音是他 访问时他说 是去年首次来台湾时 萌发了公开演讲的 一种心态 台湾开放社会 包容心 台湾是民主国家 所带来的 不管是文化体制上的不同 还是政治体制上的不同 而带来的各种不同 给我带来的震撼 回去以后思考 既然台湾能实现民主自由 那中国为什么不能 我觉得就是大家想明白 他只有二十一岁 在中国传统 现在看来只有二十一岁的人 很难想象是这样的状况 很难想象是这样的状况 但他确实是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动作 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说法 你可以听一听 比如说现在成都七中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在抗争 很多人在抗辩 你听听那些成年人 在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时 在那些推卸责任的官员中 他的用词 他的表达 远远不如这个孩子 推特上直播 公开自己的身份引起热议 有人劝他不要冲动 台湾校方知道后 有老师找他谈话 暗示他删掉 但是呢 大学的主任秘书 叫谢震瑜 否认校方的说法 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事件发酵以来 校方没有跟他联系过 校方不会干涉学生的个人言论 这是台湾的态度 只要不违背我们国家的法律 个人言论 我们不会干涉 也干涉不了 他是成年人 我们在新闻稿中会写 个人言论受尊重 关心他 不代表校方的立场 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对他做处分 他就是我们的学生 这是一个正常的 民主社会的学校的领导 一个学校里面的管事的人 讲出的话 他就是我们的学生 他尊重的是法律 他是一个年轻人 就行了 这是一个服务的社会 这是一个服务人的社会 能够给予人以机会和尊严的社会 就会这么讲 你看中国的学校不会这么讲 中国的学校只会给那些烂肉吃 李家宝 山东现在学院 老师在劝他 问他在干嘛 让他精神受到压力 他个人感到非常严重的威胁 大陆那边学校一直要劝他回去 台湾这边 大家开始关注 安全暂时得到保障 不敢与家人联系 短期研修 签证将在学期后到期 如果回大陆 他就被会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他与人权团体接触 希望能够在台湾留下 现在的台湾的问题 是他没有一个健全的难民机制 所以呢 他就几次有 大概前面有两三批大陆人去台湾 能够寻求一种难民的身份 那已经有两个人逗留在机场 成年人 逗留几十天吧 应该没超过一百天 那到现在台湾接受那两个人 所以台湾已经接受那两个人 那现在这个人来讲 这个孩子来讲 有可能会被接受的 那问题出现 当台湾的这种难民机制健全之后呢 会出现什么场面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 这个邱锤正 同学在台湾享有言论自由 台湾难民机制不完全 不完善 但不派出会进行专案处理 所以其实是这样 所以可能对很多大陆人来讲 会认为他的做法 我觉得很多人会从利益的角度去考 就是他为了能够离开大陆 挺而走先走了这么一步 为了离开大陆 挺而走先走这一步 我想福建的难民很多是这样的 当他坐着破船横渡的时候 在横渡太平洋的时候 那是生死扑杀 对不对 习近平在福建待这么长时间 我相信他了解太多坐破船跑了 死去的人 那他不过他采取的方式 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 对吧 那你说他就是这种方式 他就要达到这步目的 他达到的目的还是要离开大陆 没什么问题 他达到的目的还是离开共产党 你觉得有问题吗 人权普世 整体考量国际惯例 相关法律 处理过类似的 来谨慎处理所有个案 那就很简单 那他希望鼓励 鼓励到其他年轻人一样 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话 说出自己的话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全部 而让我个人感触的就是说 他的时间点和年轻人有这样的认识 我强调的是这个问题 年轻人有这样的认识 中共的红色暴政 红色专制 加上红色利益 来统治残害人 成为一个专制的残暴的制度 21岁 在国内长大的年轻人 我觉得就凭这几句话 就难能可贵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